在六月尾的時候 我們受到日本政府邀請 去到北陸的福井縣和石川縣 體驗了一個五日四夜的自駕遊 去了很多之前未去過的地方 夏天正正就是月前丁河花祭的大日子 在這個公園裡 我們可以觀賞到130個不同品種的河花 你又認得出多少種呢? 魚誕生寺一間專門收養小動物的寺廟 在這裡發露鬥 和貓貓拍攝寫真是很治癒 日本百大名城之一的一城谷潮瘡市遺跡 是四百多年前日本戰國時期的歷史見證 積田信長和這個地方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石川縣的拿谷寺是一個雜自然景觀 宗教文化 古代建築三大元素的景點 已經有成一千三百年歷史 一年四季 還有完全不同的景色 我想我要多來三次才夠 千里濱沙灘 是全日本唯一公開給車輛行駛的沙灘 不用四驅車 普通私家車都沒問題 全長八公里的路線 一邊吹海風 一邊欣賞日本海的景色 爽呀 說開兜風 當然要玩遊船河 日本百大美景之一的九十九彎 顧名思義 沿途九曲十三彎 船長還很細心 不時會停下船介紹一些重要的景點 我們還去到別名叫軍艦島的健康島 這裏很浪漫 聽說兩個人一起敲響了一小時 永遠不會分開 去了五天 當然還有很多景點 這條片就先看著精華 我之後會出兩條長片 記得訂閱、讚好、打表情符號 下條片見 拜拜